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漁業衝突呢 使得我們台灣漁民漁民死亡 但是呢 整件事情燃燒到現在 消化了嗎 解決了嗎 沒有喔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殺人的人還要喊救人 誰呀 菲律賓啊 菲律賓在強調說 他現在呢 因為海軍能力不髒 使得被我們台灣欺負了 而在這個時候呢 他跟誰求援呢 他跟日本 跟美國 開始求救了 他何止是殺人 他還放火喊救火啊 艾奎諾三世 之前我跟溫伦朋友報告 他在海軍基地不是講了嗎 他說他要防止很多的惡勢力 進入他的後花園 你在這個結果也講 這惡勢力魚不是說我們是誰 當然就說台灣是惡勢力啦 對嘛 因為剛剛廣大型漁船事件才剛發生 有沒有搞錯 是我們漁船被他開槍的耶 跟各位講 你看看那些菲律賓的軍事設施 他要升級啦 艾奎諾已經講了 他要在2017年之前 花18億美元 加強他們的軍事實力 包括什麼 兩艘的護衛艦 港架的反潔直升機 三艘海岸巡邏快艇 和八艘的兩棲攻擊艦 還要加強通訊情報 和偵察系統 你看看 這個時間點 這個獅子大開口 怎麼那麼巧啊 但我跟你講 他獅子大開口 就偏有人要餵肉給這個獅子 誰 你講的就是美國人 我跟各位講 現在呢 菲律賓已經跟美國 要了一艘這個 漢米爾頓級的軍艦 雖然這個可能已經是 美國不要的了 但是 這個軍艦還是有它的價值啊 為什麼 上面的武器系統 雷達系統 還有情報的偵察系統 對菲律賓來講 可以算是一個一大利器 他全部移交給菲律賓了 是 他先移送移架 不過美國也很聰明 現在呢 你畫面之後看到 他們這個移交的這個 已經在菲律賓開始試航了 哦 這麼快啊 對 測試它的推計系統 跟偵察系統的問題 跟我們事件發生才沒多久 他現在馬上新船就到了 你看他手腳多快 快 美國呢 他把剛剛我講的 武器雷達情報偵察全拆了 不過菲律賓就說 哎呦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就直接還是把 雷達跟情報偵察 給我們好不好 我給你 一千五百 一十五萬美金 另外 我給你美國一個 就是 情報的分享 結果 美國心理想也不錯哦 還幫他的情報偵察系統 upgrade 變成了 遠程情報偵察系統 可以看到 視據以外的 偵察目標 好啦 你知道嗎 現在啊 美國啊 多 對他多大方啊 說明年我再給你一艘 哦 這麼好 而且呢 這一艘呢 武器系統 也保留 甚至呢 升級你的火控系統 你就知道 現在美國幫菲律賓 可以說是挺到底 當然我們知道 原因很簡單 因為 敵人的敵人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朋友嘛 啊 美國這麼做 還不就是為了要對抗中共 好啦 現在呢 不但送船 還送人去呢 教導他們 如何使用漢米爾頓軍艦 那 菲律賓這時候就開始撂大話來說 以後我們有了這些漢米爾頓軍艦 一旦到齊了 我們就可以和 台灣的 管理師既得成功 康定 還是諾克斯 都可以跟我們一較高下 甚至他說可以對付中國大陸的南海艦隊 哇 這麼強喔 做你一個春秋大夢 你真以為 不是真的 哎呀 菲律賓人就是喜歡瞎扯淡 我還想說完蛋了 我們的巴士海峽永遠進不去啦 盾衛和武器跟我們比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好 幫助他的不是只有美國 一般講了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還有一個就是 日本也知道這套理論 所以日本呢 安倍晉三已經通過了 所謂的援助金這個法案 援助誰 援助菲律賓 送什麼給他們 送他們的巡邏艇 哎唷 日本也送船 而且 怎麼跟美國一樣都送船 而且立剛我跟你講 他不是送什麼兩光的喔 他是送跟他們海上保安廳巡邏艇 算是有得拚的等級給他們喔 而且我剛剛講喔 日本對菲律賓是送佛送上天 因為他不但送錢送船 我也送人去訓練你們 不然你們人不會操作 有這些東西有什麼屁用 可是天下不是沒有白吃的午餐嗎 那日本人在這樣做是做什麼 而日本人這麼做 原因還是很簡單 因為他要結合菲律賓的力量 然後來反制中國 還有更重要就是南海啦 對 南海的這一個天然氣跟石油 好 所以我講到這邊 觀眾朋友 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問雨籌謀一下 你看菲律賓現在我前陣子講仁愛礁 對不對 仁愛礁也被他佔了 現在他還想要在上面做什麼 堡壘 所以現在他們這些東南亞各國 對於所謂的礁島以及堡壘的設置 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來爭他們的爭島 爭主權 爭石油 你說我們台灣是不是應該也要警覺 台灣是否真的有警覺 台灣到現在好像還在看戲耶 這是別人演的戲 不干我們的事 糟了 以後我們的太平島 可能突然之間什麼都不見了 但是說到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在現在有沒有動作呢 有 你想想看之前北韓的問題 再來釣魚台的問題 現在又到了南海議題上面 許多的事情 許多的軍事設施都在建構之下 中國大陸最新的反輻射飛彈出現了 這個飛彈功能為何 這個飛彈叫做英極91 那中國大陸它為什麼它要發展這種飛彈 因為從以色列跟敘利亞的貝卡山谷一戰 一路打到所謂第二次波斯灣戰爭 第一波的攻擊都是什麼 第一波 通通不是軍事基地 而是雷達戰 電戰 把所有的電戰設施摧毀 那這種摧毀的方式 那對美國跟日本來講的話 那中國大陸耿耿於懷的是什麼 是日本的金剛級神盾艦 跟美國的神盾艦 還有包含在日本外海的X波段雷達 那這一些可以偵測出來中國軍事的動向 所以中國大陸它就想 我一定要發展反輻射導彈 結果這種反輻射導彈 它發展的很久都沒有成功 從1980年代一直到2007年以前 它沒有發展成功 它發展成功的大部分都反艦飛彈 就是我們講的301 302 303 還有601 602 801 802 803 就是航母殺手了 就是殷疾 叫做殷疾系列 那現在中國大陸它發展出來了 就是仿造俄羅斯的叫KH-31 反輻射飛彈 這種反輻射飛彈是怎麼來的 就是俄羅斯去攻打 中亞的格魯共和國的時候 它發射了這一枚導彈 而這種反輻射導彈 雖然把格魯的防空雷達網全面摧毀 但是有幾枚也保存下來了 那中國大陸就對格魯說 我願意幫你重建 經濟重建 那你這一些打下來的飛彈 能不能給我幾枚 所以它就是用KH-31 它用俄羅斯的進行了逆向工程 它把那些飛彈做了逆向工程 研發出最新的反輻射飛彈了 反輻射飛彈叫做櫻極-91 櫻極-91的射程可以多少 各位曉不曉得它射程可以高達120公里 況且是用空軍發射 用空載系統 空載系統的話就是它自己的蘇凱-30 或者尖-8 但是尖-8只能攜帶一枚 然而蘇凱-30可以攜帶兩枚 攜帶兩枚的話 120公里以外要打航母 打神盾艦還有航母上面的那個雷達射程 因為雷達被打掉 我等於打下你的眼睛你就根本看不見我了 對 但是它也有缺點 它的缺點是什麼 太重了 600公斤 這麼重 它單單彈頭150公斤 它全勁 雖然是用充壓引擎 但是它太重 所以在它掛載的時候 會影響戰機的什麼 性能 那個平衡 還有它的空戰的性能 所以 這種發展出來 雖然 它發展的速度比 美國少了30年 晚了30年 但是美國也很怕這種飛彈 因為這種飛彈它很難攔截 第一個 它從空射下來的時候 它最低可以降至1.2公尺 接近於海平面飛行了 對 我們的雷達都是向上 不會向下 但是它會追著雷達波跑 然後找到雷達站 把你摧毀掉 對 這個時候 它要靠什麼 如果 又有預警機 或者蘇凱30這兩種搭配 就逼得美國 就要 它可以用預警機導引 好 如果它受到干擾的話 它可以配合預警機的導引 說 那個位置是哪裡 那我空軍回去 就是那個預警機接手 好 美國為了要防這個 它航空母艦上面 只有四架預警機 這個四架預警機 它的防空網不夠 所以 為了要對付這種 英機91 它必須要搭配 美國航空母艦 一定要有很強力的預警機 用下視功能去找到它 才能夠摧毀它 這樣子對美國的航空母艦的打擊力的話 影響相當大 除了英機91 除了反輻射以外 如果它發射反箭飛彈的話 那對不起 美國 也對這種飛彈 要感覺到非常的棘手 因為你要防止這種 一方面反輻射 一方面兼有反箭功能的導彈 美國要花的錢跟心思 實在是太多了 看看雷達 雷達是你的眼睛 雷達在戰場上可以搜索敵人目標 但是呢 敵人如果第一時間把你的眼睛給摧毀掉了 你什麼都看不見 你根本沒有辦法打仗了 這就是反輻射雷達 還有反輻射飛彈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但是說到反輻射飛彈 這中國大陸在現在的時候 五支十已經公開了 類似於阿帕奇 但是呢 直十九也出現了 這是什麼樣的飛機啊 習近平中共國家主席 22號去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叫做第十三集團軍 第十三集團軍的時候 它主要是去看一個新的東西 為什麼 叫做五支十九 五支十九是什麼呢 對啊 新的直升機五支十才出來啊 明明我們已經對五支十有個概念了 它很像阿帕奇 但是到底我們今天 台灣陸軍即將取得的阿帕奇 能不能打贏五支十 這個問題已經在網路上 引起廣泛的討論對不對 所以說五支十應該才是我們的假想第一 你現在又冒出了一個五支十九 那它到底是什麼挖櫃呢 好 這個事情就透露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還不小 為什麼 因為本來五支十是準備在下一個二十年 要對付西方世界的主要戰場攻擊直升機 但是當初它用的引擎是什麼 立剛你會想說 直升機的引擎是非常重要嗎 對 為什麼 因為重點在它的推力 對 還是在它的整個載重量 那渦輪噴扇引擎並不是那麼容易研發的 所以當時加拿大要輸出一種商用型的叫 PT6C 76C的一種引擎 可以給五支十裝用 但是在最近這半年來發現 為什麼不能用 美國阻撓 美國不讓加拿大賣 好 美國不讓加拿大賣 老共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它自己會研發另外一種叫什麼呢 國產的渦輪9A 類似像加拿大的這種引擎 可是渦輪9A遇到重大的葉片問題了 所以說五支十 現在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五支十 可能要延後服役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習近平指令 不可以延宕 那中國陸軍的 對坦克的 反坦克系統的 攻擊直升機 不可以延宕 所以五支十九 趕快趕快的 就必須要成軍服役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五支十九 到底又跟五支十有什麼差距呢 當然有差別的 為什麼五支十空重 才三噸而已 它頂多 它的起飛重量只有4.5噸 但是五支十可以達到7噸 五支十可以攜帶相當於地獄火 那種反坦克飛彈 可是現在五支十九 只能配備輕型的反坦克 那是像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用的AH-1 AH-1超級眼鏡蛇 攻擊直升機 就是直接用地獄火 那是最重型的反坦克飛彈 五支十也將配備 類似像我們這種飛彈 但是現在五支十九 載不到那麼重 它的載重量只有1.5噸而已 所以它要用紅箭系統的輕型反坦克飛彈 時速也比不上五支十 它只有245公里 然而五支十有270公里 航程也不及五支十 好 爬升率也不及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呢 因為五支十九老實講 它是推力跟載重力都比不過五支十的 不過大陸現在也講 五支十九先行成軍之後 可以使解放軍陸軍航空兵部隊的信心 建立起來 他們現在努力在解決 窩扇九A的引擎問題 將來五支十跟五支十九 就可以形成什麼 高低配 像我們的阿帕契配上 H1 W眼鏡蛇一樣 高低配啊 完全正確 也類似像日本陸上自衛隊的 AH-64 配它自己國產的OH-1 因為日本的OH-1 也遇到了一樣的問題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配備 這樣的高低配 將來也是在 國際軍火市場上的一種主流 然後跟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的AH-64 配我們的AH-1 如果說有重武裝的 裝甲重隊 就由AH-64來解決 如果是輕的坦克部隊 就由AH-1來解決 所以五支十的引擎問題解決之後 搭配五支十九 你剛剛要注意 他們都能夠國產 只要引擎問題解決之後 五支十跟五支十九的搭配 對將來我們台灣 台海的戰略軍事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看看在武器的製造上 跟武器的銷售上 中國大陸是一個大國 中國大陸它現在呢 武器做得更精良 外銷市場會更大 有一個國家開始要學了 誰呢?西班牙 你想想看 之前歐洲的金融風暴 是誰引起的 也是西班牙引起的 西班牙的政府就想說 這個時候如果研發新的武器 有些國家如果願意買的話 那對我來說 當然是一筆大進帳 我的經濟馬上可以翻轉 所以呢 我新的潛水艇 我馬上就開始要研發了 但是做到一半發現 我事件大條啊 為什麼事件大條啊 你看你知道世界的各個國家 都希望自己能夠發展 自己的武器系統 為什麼? 因為維修方便 而且再來就是 我有我自己的系統 我操作起來 又方便又熟悉 那像西班牙 它也是抱持了這個想法 所以它就自己開始研發了 一個叫做S-80型的潛艇 但是最近就出現了一個大問題 你知道嗎? 新的潛艇 出問題了 它還沒有下水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知道每一個新武器 要正式操作之前 它需要經過很多的測試 結果這個東西你看到 現在畫面上你看到的這個 它其實已經都設計的差不多 而且它已經做出來了 還沒有下水 結果這個測試的人就發現到 完了 什麼事情? 設計太重 什麼?潛水艇設計太重? 太重了 潛水艇應該要潛到水裡面去對不對 對啊 那重有什麼關係 我就潛到水裡去 對對對 但是升不上來 蛤?升不上來? 那不是被海底棺材了 所有的船員進去以後 撲下去 就沉在海底 永遠不要回來啦 對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大 所以西班牙海軍 那就變成自殺式潛艇了 非常的通通 而且這個潛艇 就沒有人敢坐進去 為什麼? 下去之後上不來 所以經過它的報導 大家就開始注意到 這個S-80潛艦的計畫 到底是什麼 其實西班牙它自己 本身有自己它的潛艦 它的原先的型號是S-60 那這一個 因為可是這個S-60的這個潛艦 它基本上服役的時間 已經很久了 所以當時西班牙海軍就開始了 在1989年的時候 就取得一個計畫 那他們希望取代這四艘老舊的 法國製的S-60型的這個 海豚旗的潛艇 當時原先的規劃是這樣 說如果一切順利 因為潛艇也不是沒照過嘛 又不是最新的東西 他們本來是希望在 已經有經驗了嘛 又不像我們台灣 根本做不出來 就希望在2000年到2005年的時候服役 不過後來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首先的問題說 冷戰結束之後 其實西班牙的國防經費 它大幅的減少 那沒有國防經費的時候 因為這個潛艇 它原來是西班牙 跟法國要合作的 那結果呢 國防經費減少的時候 就這個計畫 就一度遭到了擱置 那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曙光呢 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智力跟法國訂製的新的潛艇 所以在1998年的時候 西班牙政府就說 好這個計畫 我們要重新開始 而且在1998年的時候 它就批准了說 我們要再建造四艘的S-80的潛艇 就是要取代原先老舊的S-60 那這個計畫 其實本來都一直 設想的都很好嘛 可是你知道潛艇 其實在原先設計的時候 它都會有它原先設計 要進行的這個目的嘛 所以原先S-80這個潛艇 它設計就是說 我就是一般這個 反潛的任務啊 潛艇的作戰 這個都很OK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西班牙政府 重新批准了這個計畫 他就想說 既然我都要照這個艦了 最好要能夠萬用 什麼叫做萬用呢 萬用 萬用 怎麼萬用法 最好能夠遠航啊 到遠的地方去執行 這是目標嘛 對對對 甚至它還要能夠執行沿岸監視的任務 這是方向 還要情報蒐集 這是策略 沒錯 最好要能夠支援特種部隊作戰 那是多功能 還要做為遠程的這個武力投射的一個載具 這個部分它辦得到嗎 對 什麼通通都要 對啊 一艘前提就這麼大 所以你什麼通通都要的時候 它只要做一件事情 越做越大 變更設計 就把它弄大一點 好結果完蛋了 這跟原來的設計的規模是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原來是變成這樣子 所以它最後的解決方式只有兩種 哪兩種呢 第一個就是 好那我就把它減重好了 可是你知道很多東西安裝上去之後 不是那麼簡單 你要測就測的 所以減重可能就沒辦法 他們現在就想出了另外一個方式 那不然把它再做的更大一點好了 更大 潛水體要把它不斷的加大 加大真的是沈得下去 對 應該也浮得誰 問題是它只要一加大 就容易被別人給徵收到嘛 所以現在對它來講 就很麻煩了 所以他們原先在預定交 這個交件的這個時程呢 本來是希望 能夠在2011年的時候交貨 但是當時因為這個武器系統 他們是給 有一些武器系統 是給美商去做負責的 結果呢 因為這樣子去延遲交貨 就要到2013年 就2013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錢不夠 所以後來又要再延遲交貨 然後最後現在預計是在2015年 可是你扶不起來這個問題 不能解決的話 沒有人就敢用 對啊 那其實你知道我們剛剛講到S-80 為什麼要特別著重這一點 其實我們台灣差一點買到這個潛艦 你知道嗎 真的啊 有一個叫做光華8號的潛艇的採購計畫 那他們就希望用這個東西來爭取我們的訂單 你知道嗎 結果當時因為中國大陸 反對台灣就是採購這些軍事武器 所以到最後這一定會一些阻撓之後 我們沒有買成啊 所以有些人就說 哎呀 如果當時我們買成了 現在搞不好交不了貨 就算交貨 大家都還擔心啊 潛艇下去之後啊 就上不來了 哇好噶啊 我們沒有買這個潛水艇啊 買了新白牙的潛水艇 我們的海軍人員可能下到海底就不會再上來 想想看 花東外海深度2000多公尺耶 撲個下去你就永遠別上來了 但是呢 說到這部分 戰爭是殘酷 戰爭是現實 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韓國被日本侵略 韓國甚至還有未安撫問題到現在沒解決 但是現在日本呢 傷口上面平平撒鹽啊 撒到什麼程度呢 連安倍晉三都要跑到北韓去參訪啦 對 這個消息是怎麼傳出來的 原來是南韓前駐日本大使全哲閒 那他講話可能就有權威性了 全哲閒說安倍晉三竟然要去北韓訪問金正恩耶 這個他在想什麼東西啊 是 這個他在想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全南韓的人都有這樣的疑惑 所以南韓人現在講啊 安倍你搞什麼啊 朝鮮半島是火藥庫 你不跟我們來好研究 你又怎麼對付北韓 你反而去見北韓 他前線的時候火箭才六枚打到你日本海耶 對啊 所以這時候他就覺得 南韓就會覺得你們日本人老是去北韓 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我說老是去 你記不記得前陣子他們的這個官方參事 范島勳也去了嗎 對呀 范島勳去 他去北韓幹什麼 去 前線 一定就是幫安倍晉三前線 但我告訴你 應該就是事前的會談了 但我告訴你 范島勳你老兄是不是旺啦 你那時候前腳去北韓對你笑嘻嘻 你後腳走北韓就對你搞飛機 連向日本海射了六枚多管火箭 對啊 好啦 那麼全哲閒爆了這個料 日本自己人是怎麼說的 來 日本的官方長官菅義偉他說 不變作答 不變作答就有鬼了 因為沒有 其中代表別的含義了 因為沒有會說沒有嘛 對啊 他都不變作答 范島勳也加料講啦 他說 關於這個 他們首相跟金正恩的會面 事前的協商都搞得差不多了 現在就看官方長官您 跟我們的首相您怎麼決定了 好 那麼講到這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 南韓跟日本好像越來越矛盾了 我告訴你 矛盾的不只這一樁 還有口水戰 這個口水戰 首先 開炮的人是大阪市長喬下車 等一下 他憑什麼開炮 你只是個大阪市長 你轟什麼 他瞎著他廣大的名義吧 你要知道他是壓倒性的勝利 他講了什麼話 他說 他去沖繩巡視美軍的陸戰部隊的時候 他說 其實你們這些美國大兵 是可以去一些風月場所 來發洩一下 他這樣講 丟臉 我告訴你 你講的沒有錯 丟臉講對了 因為當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美軍的軍官一聽 說抱歉啦 市長我們軍隊 不容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他竟然還講 不對 其實你可能誤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讓軍人能夠適當的釋放 他們心中的那股衝動 越描越黑 對 他說這是維持軍紀的一種方式 好啦 此話一出我告訴你 這個喬下策變得裡外不是人 不僅日本 國內的媒體與政黨批他 連南韓當然也聽得不爽 因為南韓當初有很多的婦女同胞 是無辜的被抓去當慰安婦 對啊 好啦 結果呢 你以為喬下策怎樣 道歉嗎 不是耶 喬下策就出來 看似好像平衡一下 他說 其實我們知道二戰期間 我們把這個慰安婦怎樣怎樣 是不對的 是事實 但是 他說 你們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甚至 南韓 我再講一遍 甚至 南韓軍隊 你們在二次大戰之後的越戰 不也是這樣搞嗎 強詞奪理嘛 對 你自認為慰安婦制度 是應該要存在的 你自己變態就算了 你又把南韓給拖出來 南韓火啦 結果你看看 在南韓的中央日報上 就有人這樣講 他說 安倍啊 你真的是招來上帝的報仇 天譴的意思 報復啦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曉得 在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投了兩個月子 在長濟哥廣島嘛 是不是 南韓人解讀說 那個就是天譴 這樣上帝常常會借人類的手 來懲罰這些惡行者 甚至南韓還繼續罵 越罵越嗨 他說 我跟各位講 在二次世界大戰 有一個拐三腰部隊 專門抓無辜的人 來做活體實驗 對 還有大屠殺 還有威安婦 對不對 他講這些人都在哭泣 向上天哭泣 最後 上天聽到了 砰砰 長崎廣島 灰飛煙滅 東京也被轟炸 南韓人說 日本人 這是你的報應 真的是報應耶 日本人居然敢講這種話 二次大戰 這樣子屠殺人民 居然現在 這些後輩 還敢說這些話 先去讀讀歷史 比較重要 但讀了歷史 你就發現到 這歷史劇裡面 常常有清朝的公王府 公王府裡面 最近不平靜 因為公王府裡面 出現了穿著旗袍的女人 深夜時刻在花園 我每一次去北京的時候都會到公王府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公王府先在石刹海的旁邊 那現在公王府是一分為二 那旁邊是公王府後面是哪裡 它後面就是北京戲曲學校 所以公王府他每一次他雷電交加的時候都會聽到有人唱京戲的聲音 那是不是從旁邊過來的 那我不曉得 還是裡面發出來的聲音 還有一個 就公王府是特別的奇怪 就是下午四點半的時候他就不讓你進去 四點半 四點半 他就不讓你進去 傍晚時刻 傍晚時刻 所以公王府 他是公親王府 那他第一個主人 叫做什麼 大家通通知道 這個人的名字叫和聲 事實上他不是第一個主人 那他第一個主人是康熙皇帝的兒子 然後轉轉到乾隆交給了和聲 那和聲又交給了嘉慶皇帝的弟弟叫永齡 永灵完了以后才是异星 所以各位看这个公王府 他为什么会变成阴影长长的王府 其实是有原因的 事实上我也亲眼看到 如果是晚上去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 他有一个奇人 他有一个人穿旗袍 还有一些穿清代官员的官服的影像 那这种影像到了今天 很少人能够解释的出来 还会有这种影像出现 对 但是呢 这种影像是跟和珍是绝对是有关系的 因为和珍是乾隆的宠臣 他贪污的钱相当于国库15年的收入 将近白银是3600亿 那就是因为和珍被嘉庆皇帝刺死的时候 他三死白银上吊 那个时候前两年 刚刚好广东巡抚也进贡了一个妃子 给了和珍 他跟和珍的关系很好 那我们看到阴影长长 是不是跟和珍有关 当然这个待会儿就有科学的解释 然而那我必须我要讲 就是说和珍在走的时候 他曾经写过了一首诗 那现在公王府里面 他还有那一首诗在 他说五十年来梦幻珍 今朝杀手谢红尘 他年水寺寒荣日 任取香烟寺后生 换句话说 我纵然走了 以后我还是这个国家的大臣 我一定会跟皇上在一起 好 我们再来看真正公王府 跟公王府 阴影长长是有关系的 做一个科学上的解释 如果各位去过公王府的话 他前面是戏台 他对面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面有康须欲比的叫浮字 是个浮是倒过来的 那整个公王府呢 各位看他的格局就 九千九百九十九只 浮 蝙蝠代表就是蝠的意思 况且蝠是倒过来写 各位可以看到 蝠道 蝠道 那这个蝠字碑加上 九千九百九十九只的蝠 刚刚好就叫万福元 如果各位去过公王府 他的墙壁都有这些蝠 蝠是铁器 然后他内外都有 那比较奇怪的是 雷雨交加的时候 当然他会产生一个磁场 况且他戏台的对面又有水 这个水后面就是康熙皇帝的山洞 所以鬼影传传经过大陆科学家的解释 真正来讲是因为铁器而引起的一些人影或者影像 出现在公王府 换句话说 王府他还是王府 他不是一个阴影床床的鬼府 看看这个公王府里面 有怪的影像出现 但是呢 说到这和尚当时在这个公王府里面 和尚富可敌国 想想看清朝两百多年里面 康熙雍正到乾隆 乾隆对和尚真的是好到一个不行 为什么乾隆会和尚会这么的好呢 几项原因 首先他长得非常漂亮 和尚长得漂亮 非常潇洒 所以不是天使童谷里头丑化和尚长得那个样子 第二他的确非常有才华 他精通非常多的外语 传说至少七八种以上 第三记性非常好 我怀疑他有所谓类似的超义症 他可以记到说 每一天皇帝说什么话 做过什么事 所以找他就完全对了 那时候又没有留生机 但是这三项才华就已经非常不得了 再加上和尚 他又长得非常像以前乾隆皇 他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乾朝的妃子 妃子 怎么说呢 这我们待会来说 先继续把和尚这个人 跟他的钱给收下去 他既然是有才华人 人又长得漂亮 自然很容易得到宠爱 对不对 所以他在 大概其实是49岁的时候 就已经被刺死了 那个时候是已经到了嘉心皇帝的时候了 换言之他得到宠爱的时候是非常年轻的时候 年轻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我们相当于说30多岁就获得很大的权力 那跟他的这些才华有莫大的关系 那接着我们要说他的钱到底有多少 他被评估为是历史上世界文明史上最有钱的50个人之一 他这么有钱 不无疑问他会是18世纪世界首富 刚才这个张大哥已经说讲了 他有钱到15年的国家库赢的收入都不能跟他比 对不对 而且呢 他其实当时的北京的整个古外市场几乎是被他所控制 所以他拥有的这个粮田有多少亩啊 上百万公顷 那么多 好 那回来说 他为什么得到宠爱有一个拜官爷史 根据清朝这个爷史大官里面说啊 在这个乾隆在当这个王子的时候 曾经到后宫去跟一个妃子戏闹 在妃子戏闹的时候呢 他曾经遮了这个某一个 这个平妃的眼睛 这平妃的用梳子打了他一下头 打中头以后额头呢就受伤了 这时候被雍正皇帝知道了 知道以后就震怒 知道说是这个妃子呢 认为还是不轨 可是雍正皇帝又非常喜欢他这个皇子 这个皇帝皇子 当然不会去冲这个皇子啊 于是他就把这个妃子给刺死 刺死了以后 这个乾隆就认为非常对他不住 就在他的这个身上点了一个红字 又在脖子上点了一个红字 说如果来生再续的时候 以这个红字作为标记 请注意这是椰史 那当时这个和珅进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貌似这个妃子 他就检查一下他的这个脖子上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红胎基 这红胎基还真有 于是呢就产生情感的疑味现象 好这个情感的疑味现象呢 也就合理的解释 乾隆何以宠爱和珅 这当然是大概也史说的 加上去的给了乾隆一个合法性的条件 好像他是很念旧 在也史上有这个需要 哦原来啊 这乾隆呢当时对于和珅会这么的好 其中看似断背山啊 不过呢在这北京的西郊有一个谈拓寺 这个寺里面呢 晚上摄影机拍到了一些奇异的光影哦 这些光影是什么意义呢 还是其中有一些超自然现象 我们休息一下来告诉你